镜头回到国内来看到3月12号是植树节 台中市府跟知名的半导体企业台积电合作 推动都市退烧全民植树活动 上午在厚礼森林园区展开 台中市长卢秀燕跟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 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 还有一群孩子们共同种下了60株的希望树苗 并且跟桃园、新竹、台南四地连线 希望打造一个绿色永续环境 达到节能减碳的目的 台湾土地创作歌手吴志宁演唱语树的约定 温暖嗓音为植树活动揭开曲目 把树穴旁边的土壤用圆桥填回小树苗的新家 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 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 一同种下树苗 希望能够透过种树来达到节能减碳 我们希望透过植树、种树的活动 能够增率能够引风能够节能减碳 那同时呢让我们的都市退烧 让我们的水土保持 还有干旱的情形可以改善 另外桃园、新竹、台南与台中 四地同步连线 小朋友也来参加 预计今年要在这四处一起栽种四万五千棵树苗 希望在台湾能够节能、节水、降低碳排放 目前台湾正面临缺水问题 企业与政府携手合作 致力都市退烧计划 希望能够打造节能减碳的一居城市 街角梁思祥台中报道